明文天后,不是豪门千金,大家好,我是天后 有很多小伙伴说不知道自己的修炼速度是快是慢 能不能再重新讲一下各个进阶突破的标准时间 那修炼速度的快慢和刻度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讲平民的一个进阶时间 那么温馨提示仅仅只是一个参考值 不管是低于这个数值还是高于这个数值都不要放在心上 那么一到年等于15分钟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突破注击是正式开始玩这游戏的第一步 所以需要的时间往往很短 认真玩的话,两到年到八到年就可以到达了 能不能第一天结单取决于你会不会冲榜 玩得好的话,第一天结单并不是什么问题 所需要的时间大概为20到年到100到年 第二天就能够达到原因的零科玩家我目前是没有见到过 所以至少都是需要第三天 需要的时间大概为150到年到300到年 到达化神之后呢再想提升修为进度就显得很慢了 大概需要800到年到1300到年 有些人飞升通道开启前就已经圆满了 故而只是达到化神圆满的也包括在内 需要的时间大约为3600到年到5500到年 越到后面境界的差距就会不断的变大 突破合体需要的时间大约为13500到年到17000到年 大乘期和合体期的境界停留相差不大 需要的时间大约为21000到年到25000到年 到达度节所需要的时间就再次大幅增加 需要的时间大约为34000到年至39000到年 目前还没有达到真线的零科还是很多的 但是现在有的也都是五字开头的 需要的时间大约为49000到年至54000到年 星期的小班应该已经发现了一天的时间为96到年 数据中时间和到年不一致呢 只是为了好看以及方便 所以会有略微的出入以到年为主 如果你是零科玩家并且排在数值的前面 那么你是属于快的 排在中间的话其实是相对有点慢 但是游戏嘛消遣为主 不要放在心上这个也不准确 感 Could跑